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其实八字 他 也有一种特质 在前几天 我在帮个人批命 这个人他本身 八字非常非常好 可是他却面临到了 他的资产要被冻结 而他的资产 加加减减五千万 人民币 要被冻结 为什么他八字很好 会导致他的八字 他的资产要被冻结 这一种很糟糕的一种情况 原因是在于他之前 因为他老公要扩厂 那资金要借钱 所以需要要保人 要保人的时候他帮人家做保 结果各位 老公失败了 这一些东西 这一些负债就落到他的头上 各位 你有没有觉得 怎么会这样呢 明明我的八字很好 可是我还是要落到这一种情况 因为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常讲的 你把运交给别人 因为要保人是你 你就简单讲 你是在赌这一个人 他的运程 你在赌这一个人的运程 所以 你在赌他的运程的时候 结果到最后是赌输 那时候我就看了一下 我说你老公八字给我 他老公是那个八字 没有财 没有官 就单单只靠 就是说没有食伤 这三个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 他只单单只靠了一个 笔尖 可是呢 没有破财 所以他就是一个没有破财的情况下 在经商 那我就跟他讲 2016、2017出问题嘛 他就说对 就是在这时候 他刚好就是走财运破财的时间点 那我就跟他讲 你就是在不对的时间帮人做保 你要赌一个人 你要赌一个人的运程 你也要赌他妈未来会好啊 结果你刚好赌在他 准备破财的时间点 游胜转衰的时间点 那很抱歉啊 你的运交给别人 结果到最后你赌输 你就是要来 背这一些东西 所以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到 原来运 运不见得是自己的 各位 运不见得是自己的 我常常在讲 在八字里面 他有一个特点 高阶的运会压低阶的运 这是什么意思 在公司里面 员工破产了 跟公司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不会 那是你家的事 但是 假如这间公司老板破产了 整间公司都没有了 所有的员工 吃不完都就走了 所以 底层的运不好 没有关系 高层的运不好 整家公司受影响 那这些低层的怎么办 他也有官运很好的 他没办法影响上面 因为 对不对 他就算官运好也没用啊 那这时候就是表示怎样 他被资钱了以后 他要找工作 会比较好找 他会比较好找 所以其实 我们每个人 在运程里面 都会有被人家 牵连的一个地方 像我刚刚讲的 做宝 你也要等他 看他有没有运嘛 对不对 有运你帮他做宝 同样的合作 两个人合作 合伙 也是要看一下对方有没有运 看对方有没有运 同样的 你在工作职场 上的运程会压下面的运程 所以你的老板要是部门 你整家公司 的员工都会很紧张 为什么 可能要没工作了 所以在一家公司里面 该部门的好坏 会看该部门主管的运势 这是该部门 因为部门里面 这个主管他是最大的 同样的道理 该公司 就是看 公司老板的运程 公司老板的运程 所以他就是 上面的会压下面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 运程不是就只有你一个人而已 所以在批八字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其实他是被别人牵连的 可是为什么会被别人牵连呢 因为他在那时候 跟着这一个带头的人 所以带头的人的运程很重要 像有一次 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就跟学生在聊天 我们就在讲到日主授课 我们讲到日主授课的时候 他就拿了 这是我老板的八字 我看一下 对,就日主授课 他就说对,没错 所以他今年 所有的东西都被政府查封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第一个 然后又讲,讲,讲到一个 老师,你来再看这一个 这一个 你有没有看到他今年笔尖被合走 所以造成日主授课 所以他很有可能被朋友所害 老师,没有错 这一个人 就是我老板的合伙人 他就因为我老板出问题了 所以他跟着也被抓进去了 哇靠 然后呢 再来 又讲,讲,讲,讲到这一个 又讲到这一个 哎呀 老师,你再看这一个人 怎样 你看 他今年日主授课 所以他也不会很好 老师,没错 为什么 这是他们 他们这两个人主要的干部 所以 因为一伙了 所以 也不一样被抓进去 各位 你会发现到他们的八字 每一个都不一样 全部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去 为什么 因为他带头的人 没有运 所以带着大家一起去死 所以在一个 你要投资的时候 你要投资 跟人家合伙 你要看的是对方 的一个状况 对方的八字 假如很不错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赌一下 赌在他身上 但是对方的八字 现在在走碎运的时候 能闪则闪 能赌则赌 这就是一种借运的模式 我自己没有运了 我去借别人的运 你要不要解 我当老二就好了 就很像 我有个学生 他就在学习的时候 他就拿了一个八字来 老师,你看一下 这个人是生意人吗 我看一下 日主授课 不是生意人 他说 对呀 我也看得出来 他不是生意人 可是老师 他今年就拿了3000万就走人了 我就说是什么回事 他就把他的 他就说 这一个日主授课了 他跟我好朋友了 他合伙 结果 他就只是把钱拿出来了以后 他从来再也不管公司的事 也就是说他只是出钱而已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朋友 我就说 你把你朋友拿出来看他的八字 财运很好 官运很好 所以我的朋友就是经营的很 就是很不爽 说为什么 你都不来管公司 他就只有交给我管 然后每天就在那晃来晃去 结果 这一个人 就说好吧 既然不要合作了 他就把股份全部都还他 还他了以后 对不对 3000万 赚了3000万就走人了 各位 一个没有运的人 他照样八道有运的人 他一样 这个就是一种戒运的一个模式 当然有运的人会觉得很干 他什么事都不干 所以这一种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一个运势 你没有运 你假如懂的方法 让有运的人帮你 这时候你不能当主角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运 你做的决定一定都错 你就当个配角就好了 当个老二 当个富的 富的永远最轻松 因为你想嘛 班长富班长谁比较累 当然是班长 富班长永远没事干 对不对 连长富连长谁比较累 当然是连长富的都没事 了不了解 所以富的都没有事的情况下 他就怎么样 就看正的那一个人 带头的人 他的运程 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一块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原来运事 不是就只有一个人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时常都只是单纯的 只批他当事人 可是你批他当事人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在做决定的时候 各位 就会像我前几天批的这个 他帮他老公做宝 这时候要看谁的运 难道是他自己吗 不是 是看他老公的运 因为他是帮他老公做宝 所以来讲是以他老公的运为主 不是他自己本身的运 他自己本身 来讲 很好运 可是却把他的运 交给了别人 结果到最后 结果到最后 却成了老公失败 他所有的资产全部被冻结 各位 这就是一个什么 有好八字 不一定有好结果 你要在对的时间做出对的决定 而不是在不对的时间去做出决定 然后你还要看一下你的合伙人 他的状况是怎样 是你牵着他走 还是他牵着你走 又不太一样 又不太一样 所以这一些就是运程的一个牵扯 所以其实我们人 并不是就只有我们自己八字而已 其实还有其他人的八字也会影响 而这一些 各位 就是一种 你可以你用的好 就是一种借运的特点 你用不好 就是人家讲的 人口口不听 鬼口哭哭 跟妈 跳一起 跳着跳河自杀 所以 当你了解这些的时候 你会觉得八字没有用吗 很有用 了不了解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